今天有個網友上來的女人 不斷著重 當然都給我輕輕跋下去 不過給她的老公就不行了 她不是說有排華一些嗎 不是 又問排華 又說樓幾千尺 但你堅決不去看 包括老公說 那邊會不會被人抓到警察進去 你先過去看 我和你說老一代的馬拉人、華人 去光顧華人餐館是經常有的事 不過近幾年多了馬拉人自己開 有些清真牌照才少了 根本是很融洽的 你自己去看 我免得說 買房子 我和大家說買房子投資 如果說投資 我不會一定是介紹馬來西亞房子的 因為那個回報就是那幾厘 但怎樣說會買 第一我會安心立命 第二 你亦都是 我自己這麼看好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時候 我亦都覺得他會追落後 那些房子實在太便宜了 是的 如果你想像香港那樣暴徵 你不用置意 這個世界是沒有的 反而我覺得馬來西亞的房地產是相對 越南、柬埔寨更加安全 OK 有機會才跟你說這些 但是我看到這個太太的問題和樣子 因為我做了生意這麼多年 做地產 我就是覺得香港真的是發達容易 營商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好像這些女人落在我手上 只要我性格不是有我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不喜歡騙人 我喜歡光明大道地賣東西 賣骨灰磅也好 什麼都好 我告訴你 你等錢用 怎樣的 我一定會想辦法 但我一定會點黑路 你走 OK 他 我一看 什麼女人 只要我夠僵 我做得出 說那些 你相信我 你馬馬馬馬馬 這些女人容易得不得了 要做這些生意 我真的一天賣一百幾十層 只要她的那些主婦 一層賺五皮東西 我一天都賺幾塊 發達容易 但我們做不出 我一定要帶人去看 分析給他們聽 OK 甚至是 我們會說 不要賣 你不要賣 往往會出現 我們叫他不要賣 他堅決要賣 結果買完 他都要自己退 是 一早就叫你不要賣 叫你看清楚 沒有人叫你買東西 OK 所以 我覺得大家 不要想 將買樓和移居 說什麼 去買一塊 OK 現在馬來西亞經濟是不好的 老實說 地產主要是靠外來人 Overseer人去買 OK 你要想想 你在馬來西亞 你將會扮演什麼角色 你會不會在那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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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會賣給什麼客人 OK 有些人說你會不會炒貴馬來西亞的樓 是不會的 是兩個市場來的 沒錯 問得這些都是白癡和低能 你當然可以賣給當地的本地人 是 不是不行的 價錢對就可以了 OK 好了 再說說 唉 香港 好像我們這樣 嘴巴嘴 始終心地好 想發達就難了 就是 我們只能夠營商 如果不是 其實香港發達真的容易 我覺得